接下來這個章節呢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我們的Storage 好 那目前呢 我們的環境呢 是將 是在我們的檔案都放在我們iSCSI的目標伺服器上面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檔案都放在這台機器 那各位呢可以看到了我們的server01 裡面這台虛擬機 它放到的機器是在這個地方 放到我們這個Storage裡面 它放到的是iSCSI這一邊有沒有 這一個目標伺服器上面 那從這個裡面你可以看到呢 這台機器按右鍵選設定 我們可以看到了這台機器的檔案放在Y磁鐵機 好 那你看一下老師幫你這樣一步一步來看喔 好這台機器是放在Y磁鐵機 那透過這個Y磁鐵機呢 再來 你就可以怎麼樣去尋找 然後呢你看一下我 縮小之後呢 我可以看檔案總管工具裡面呢 有一個電腦管理裡面 好我就可以檢查呢 我的磁鐵管理裡面是不是會有一個Y磁鐵機 對不對 好透過這個Y磁鐵機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Y磁鐵機在這裡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這個Y磁鐵機裡面呢 跟我這個基本 跟我這個連線 它到底是本機 還不是本機 對不對 這一顆硬碟有可能是我們自己裝進去的 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透過這樣的iSCSI 這個磁鐵的名稱 我們是不是當然 你可以判斷出這一顆硬碟 不是本機的硬碟 好那當然要確定一下情況之下呢 你看看 這邊是不是叫Y磁鐵機 那你看到這兩顆 不管是Y跟Z 你已經找到這兩顆 它到底是不是我們本機 那我們講說這磁鐵來源 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第一個呢 這個部分按右鍵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沒有一個離線 對不對 有沒有說呢連結 沒有連結 沒有連結代表代表說這是一個磁鐵沒有錯 不是一個檔案連過來的 好 那你可以說這是一個磁鐵 那磁鐵怎麼來呢 我們是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去找磁鐵 就是呢 工具 裡面的iSCSI的啟動器 好 透過這iSCSI的啟動器呢 你可以去找到什麼 探索 我的最愛是不是 你這邊有一個目標 當你有看到這個目標 代表說 我的這台基金有可能是連到 某一個 目標伺服器上面 因為你已經連線了 那這裡如果有兩個三個連線 你就 要去確定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呢你看 這我有個目標 那當然呢這個目標已經有了 你剛剛那邊是Y磁鐵機 你就可以在這邊再找一下 磁鐵區和中止 好 透過這個位置呢 你可以去找什麼 按下自動 你就可以查到說 喔 這是Y磁鐵機 所以你這時候你可以確定說 我剛剛那個Y磁鐵機 透過目標伺服器這個過來的 這樣子好了 好 那透過這個目標伺服器過來說 表示說這個Y磁鐵機 它不是本機的 是透過外面過來的 好那外面過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往到目標伺服器這邊來去找 好這個目標是 199105 Microsoft C00 對不對 Storage 有沒有 Target01 好 這個地方你就去找你有幾個 Storage 對不對 目標伺服器的SERVER 好 透過這邊 你就可以 透過iSCOG這裡 是不是會找到 這裡呢有一個叫目標 叫Target01 裡面一個Target 好 Target呢這連線之後呢 當然你看看 這裡是不是有兩顆磁鐵 是這個目標 所可以讓你用的兩顆磁鐵就在這裡 好當然呢 這個Y是這顆還是這顆 我現在沒辦法讓你確定 對不對 你要自己去說 看看它的大小 是不是這一顆 對不對 或者這一顆 這樣到底是吧 所以說你看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步一步呢 你往上找之後 你就可以確定說 我這樣的一個磁鐵機 這一個虛擬機器 的音節檔 放到的是Y磁鐵機裡面來 那這個Y的檔案放裡面 放到這兩台 這兩顆磁鐵的其中一顆 這樣懂得是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知道了我們的 SERVER01 它的檔案放在我們的 目標伺服器上面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準備了一台 叫3PAR的Storage 我們要把這樣的一個檔案移過去 當然首先 我們要先學會呢 怎麼去管理這台3PAR 這台Storage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管理它 好這個地方呢 我們請各位先來 把我們的畫面先縮小 全部都縮小 通通縮小 好現在目前我們先 不會用到我們現有的 伺服器上面 好 那各位呢 可以到我們的 這台 我們的檔案 管理裡面 浴槽 好 在這裡面呢我們有一個Storage儲存裝置 課程 好 到這裡面之後呢 各位這裡有一個3PAR HP 有沒有 點這邊 這裡有一個IMC舊版的管理軟體 好 這裡有一個3PAR Management 有沒有 console 來 我後面到這邊 各位針對這個檔案呢 資料夾有沒有 各位可以先把它複製 不是 不要 不要call這個 不要call這個 這是它的壓縮檔 知道吧 直接call這個就好了 我已經解開來了 這邊 按右鍵選複製放到你的桌面 放到你的桌面貼上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那這邊呢 貼上之後呢 各位呢可以找一下你的檔案 你看 好我等一下在這裡 在這裡 好 這裡呢直接做什麼安裝 這裡有一個Windows 好這個地方我再放到這邊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我在 我在 這裡 我路徑再給各位看 下載的地方 好 再點各位一下 來 來我把它擺好一下 這是我們 call過來的檔案 是原始的檔案 好 在這裡面呢 我們call過來的檔案呢 到這裡Windows裡面 有一個setup setup 各位把它點開來 點兩下 那我這個安裝的畫面在這邊 正在做安裝 針對我們這一台機器啦 這樣知道吧 好當然呢別台機器呢 它有的不用安裝這個軟體 它是透過瀏覽器去管理的 好 那針對我們的Sleeper這裡呢 它有提供這樣的一個軟體 因為我們有針對不同的使用者 好這個呢安裝很簡單 只要去下一步安裝就好了 知道吧 都是內定值都不用理它 下一步下一步 好 安裝 就這樣就好了 好這個讓它開始跑 讓我們在這裡 應該不會那麼久 有了 好 這邊 能讓它解壓縮之後 好 這樣就完成安裝 完成安裝 好 完成安裝就關閉 然後呢 你會在你的桌面上 看到這樣的一個圖案 這樣這樣一個圖案 有一個Sleeper Management Console 到這邊 那各位可以先把它點開來 點兩下 那我把它點開來之後呢 因為我的畫面在左邊 我把它移到右邊來 你會跳出這樣的一個畫面 我們在這邊等各位一下 看到這個呢 這邊我把它再縮小一下 看到這個安裝的icon 圖示在這邊 各位呢 就可以去連線這個地方 就等下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好 來 我們來等一下 我們來看看怎麼去連線 我們畫面稍微縮小一下 好 那我們的HP的連線呢 我們給各位一個IP 那也給各位一個訟號 跟一個密碼 那這裡呢 我們安全連線這個不要勾 不要勾之後呢 各位按一下OK 按一下連線 好 這是一個說明 好 按一下是 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登錄到 我們的這一個 3pa這一個管理的介面 我把畫面放大到這邊 我們等各位一下 那我們進到這一邊呢 你可以看到 當然這裡有一個 CPU的使用量 有沒有 我們的memory使用量 還有我們的一個 Data Data memory 這控制的 這Data的 這其實用量還蠻高的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第一個動作 我們先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host 好 各位看看你有沒有登錄到你自己的domain 好 這裡呢 有一個主機 我來各位底下這邊往上拉 這是你的menu 好 menu這第一個是系統 對不對 再來就是你的主機 host 這個呢 在這裡呢 代表說一個叫IQ的意思 目標 好 它用host來 當然host裡面會有一個目標 好 那這個呢 那host裡面你可以看到這個domain 好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去見不同的使用者 所以各位同學 你會看到你是 A4 06 0 0 01 02 03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看到跟自己的 不會看到我的 好 來 都有沒有看到 都有齁 好 這底下呢 主機的底下呢 這裡可以再往下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一個host 對不對 好 host的針對是我們的這一個 剛剛的我們的domain 對不對 你的這個名字 你可以點這裡 你這一個host裡面的 這一個主機 我應該叫做這個群組 這個電腦 它用這個 它用也是用一個階層式的 在這一個電腦裡面 那這個電腦用406這個名稱 這一個主機的底下 有幾個目標 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名字呢 這一個是不是代表這四個 我連到這裡 是不是等於連到這四個 是不是這樣意思 對不對 所以它代表這裡建立的這四個 那這四個呢 你當然你的名字你要去 對應它 在我們前面講到IQN的時候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我們的主機要IQN 對不對 那我們的Storage是不是要IQN 兩邊是不是要一模一樣 對不對 相對有講過 所以我們現在的主機已經是改掉了 不能改了 在這裡主機 就我們講說Storage不能改 那我們是要改主機 是不是這樣子 這如果Storage可以改 你是不是改這裡 那這裡不讓你改 所以這裡是讓我們新增Storage的部分 我們的IQN的部分 好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已經 這個是我們已經內定幫各位建好的 所以這個是各位不能動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各位最想要知道的 我們的建立我們的虛擬磁碟 這裡有一個 第三個 1 2 3 Permission 這邊 它是針對我們的磁碟在過管理 來 各位等一下第三個 好 一樣呢 針對這個我們的機器名稱底下 會有一個Domain 一樣會有一個你的電腦 一樣在這裡 好 這裡第一個呢 是一個CPG 這是它的一個代號 那它在這邊呢 用就是說告訴你的 這是一個容量的限制 它是呢 代表說 我今天呢 管理者 讓你設定了這一個空間 給你這一個使用者來使用 那這個使用者最大的空間是幾多大 多大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給你呢 50G 60G 100G 有沒有 你就在100G裡面自己應用 那你要應用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叫虛擬磁碟 各位點這個地方 好 這個虛擬磁碟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這裡是不是虛擬磁碟 好 你看一下這上面 右邊的內容裡面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虛擬磁碟 這是我們的用量 虛擬磁碟在這邊 有沒有 好 你可以看到這裡是不是有很多顆 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樣有很多顆 對不對 這是讓我們上一半在用的 好 所以這些磁碟就是我們的 新增的虛擬磁碟 這樣同意是吧 好 那這些磁碟呢就是跟我們的 我們呢之前前面在上課的 這裡一樣 就是這一顆這一顆 這樣知道嗎 這一個呢是什麼 目標吧 目標是不是跟我們前面講的host 主機是不是目標 這樣懂嗎 好 這裡是不是有磁碟 在這裡三顆 所以在我們上次上課的這邊呢 是不是有一個目標底下 是不是有兩個磁碟 好 那這個就是你的磁碟 好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舊的磁碟 我們先 一般來講我們都先叫各位新增 但是我們這邊剛好反過來 叫各位刪除 這三顆磁碟我們就不要用 點它 第一個再按shift 連到 把這三顆磁碟把它全選 好 跟我一起做 來 這三顆這邊呢 這裡有menu有沒有 對不對 好 這裡呢 沒有我們要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這裡 只能在這裡按右鍵 底下有個叫remove 把它 好 那 我們要把它刪掉 來 點一下remove 好 就會出現你選的這三顆 在清單在這裡 那它一般來講是不是按ok 這個磁碟也很重要 因為呢 磁碟有可能是你的公司裡面的檔案 對不對 你的一些data 它怕你不小心 所以它讓你再確認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刪 slate 有沒有 要選取打勾 然後 你是不是真的要全部刪掉 打勾 好 代表這三顆真的要刪 再按一下ok 好 這時候呢 還是要讓你再確認一次 如果按不要 就會留著 確定你就按delete 好 各位這時候你就看到 你的三顆磁碟就不見了 好 這是第一個動作 這樣了解吧 好 這一個部分是屬於刪除 這樣知道吧 好 剛剛呢 我們已經讓各位 登錄到Storage 然後讓各位刪除了虛擬磁碟 那現在呢 我們呢 都已經清空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要去做什麼 新增虛擬磁碟 好 那我們新增虛擬磁碟怎麼做 各位在呢 這一個 一樣在我們的虛擬磁碟這個清單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往下呢 這邊 這裡是你的磁碟 你可以針對它按右鍵 或者底下有沒有一個叫快速的 command command action 我們的動作這邊有沒有 有一個create virtual wireless 有沒有 這兩個都是一樣 來 點它 這裡點它 好 點它之後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要新增我們的磁碟 虛擬磁碟 第一個是說明 帶來個下一步 都跟上 好 再來呢 這邊要各位要用你的座號 知道吧 用你的座號 那因為怕各位座號會重複到 我們今天呢 用的代號 用 H 小寫大寫都沒關係 H Dash 有沒有 Di Sk 01 好 前面這個H呢 後面再加什麼 你的座號 知道嗎 因為呢 我們的這一個 磁碟呢 新增的這個磁碟呢 它是放在我們整個的大磁碟區域裡面 所以大家新增的 虛擬磁碟名稱會重疊 知道吧 所以呢 這個名字是不能重複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讓各位用你的座號來做區分 後面名字一樣 前面一樣對不對 中間用座號區分 所以你不要用0 你等一下這邊不能新增 代表同學就跟我用一樣 這個叫磁碟名稱 就是我們的虛擬磁碟名稱 好 再來呢 這底下有一個是什麼 你的硬碟的增加的模式 我們之前在上虛擬硬碟的時候呢 就有講過 我們是不是有動態慢慢增加 還有一個固定 那當然你這個磁碟呢 你是不是要慢慢增加 可以節省比較節省的空間 來這邊呢 你就可以叫大小 各位呢 我們之前這一顆的大小設多少 這裡設多少 設的是35G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呢 來我們也給它設一下30 我們先設30G 30G 好 那這個30G設定好之後呢 你看你設定的是一個名字 對不對 再來叫30 再來呢 使用的你的 區域的 限制大小的patch 在哪什麼地方 就是我們的CPG 這CPG呢 就是代表你的用的容量 在什麼地方 那大家每個人都有什麼 65G 70G左右 對不對 我大概 有同學我都設到60G 65G 有時候 不夠的時候 我會給它增加 好 這是大家的容量 那我現在是不是有65G 這個就是你用的CPG 針對每個使用者都限定的 你的使用量 好 好 那這個30G 是在你這個區域裡面去行政 所以呢 底下是它的其他功能 Copy呢 就是做備份用的 這個都不要去動它 好 所以你是不是現在 輸入了一個名字 Sync 30 選擇CPG 對不對 好 這樣OK之後呢 就代表你已經 準備好了 你就按下 下一步 好 再按下完成 好 將你的這一顆硬碟 就新增好了 好 新增好了 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一顆硬碟 在這裡下 它佔了35G 30G 對不對 使用量 0.001 對不對 在那一個內定的裡面 一些使用的 所以說呢 就等於是沒有人在使用 這是你的容量 對不對 在這裡 它有0.5 0.5 就是它的一些百分之零 OK 要走嗎 好 剛剛呢 我們新增了一個30G 那現在呢 讓各位自己練習一下 再新增一個10G 那我現在再做一遍 好 一樣呢 在我這一個 一樣我們的 Permission這邊 的Valance這邊 選擇這裡的清單 這幾個地方 要記得喔 要自己點點看 好 在這裡的清單裡面呢 你可以去按右鍵 針對這裡呢 當然這裡 這個Valance裡面 有一個Create Valance有沒有 點它 它就會跳出一個 新增 我們的虛擬磁碟 或者呢 在這一個地方 按右鍵 知道吧 這裡一樣會有個新增 知道吧 好 好 好 再來呢 我們的下一步之後呢 第一個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H 我是用00 對不對 Disk02 對不對 第二顆吧 好 我這裡呢 是不是一樣啊 我說要給它10G 對不對 用這個CVG 是不是這樣就好了 這個是內定的嘛 就這麼簡單 下一步 完成 好 第二顆是不是就完成了 好 剛剛的動作呢 新增的部分讓各位做了 好 那我們講說呢 我剛剛讓各位新增了一個 跟 教各位新增了30G 自己再新增10G 另外一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詞碟 都會越用越不夠 對不對 所以你預宣規劃的時候 當然我也不建議各位說 你要預宣規劃的時候 一梯兩梯這樣下去 不是齁 你是適量的 你要用的 磁碟大小規劃拿來用 這樣知道吧 不要說你今天 我可能 我不曉得 隨便有100G 200G 100G也200G 這樣去用 不是這樣子的齁 你的磁碟規劃是這樣 你要去規劃說 我這個磁碟要用的 大概會有多大的檔案 自己先預估 不過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要再新增 所以這時候就 你新增這個擴充就很重要 知道吧 你要學擴充 好 所以我們擴充怎麼擴充 針對這三 這兩顆 對不對 第一顆是不是30G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上課的 前面講 我剛剛是不是說 這一顆我原來是35G 對不對 我故意讓各位認真30G 就是讓各位擴充用的 來我們把30G擴充到35G 所以針對你的這顆磁碟按右鍵 好 底下 底下就有一個叫編輯 知道嗎 這擴充都很簡單 知道嗎 編輯 好 編輯呢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視窗裡面 針對你這個磁碟名稱 是不是看到了 還有你的大小 你原來是30G 你就很簡單 就改成35G 就這樣子 就這樣而已 然後後面記得 這是他的G 知道嗎 你的單位 你不要選到may了 你知道嗎 現在內地現在是G 對不對 所以是35G 好底下都不用動它 我們只是要改容量而已 所以就把這個容量大小 變一下之後 按下一步 按一下完成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容量 變35G了有沒有 好 底下這一顆呢 來我們一樣呢 各位再新增一下 把它變成20G 好 剛剛呢 30G改成35G 我讓各位練習 10G改成20G 很簡單按右鍵 編輯 編輯 再來呢 我們把這個10 直接改成20 就這樣而已 這很簡單 好 這裡呢就變20G 就幫你擴充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各位想想看 我們前面在講的 前面呢 各位還記得我們前面 在這上課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有提到 一個磁碟 是不是要跟著一個IQ IQN走 對不對 沒有磁碟 有磁碟沒有IQN 它不讓你做 所以最少一定是不是有一個目標 所以你要鍵磁碟 一定要跟著目標 這是什麼 在微軟的 IQN目標伺服器 限制的 知道吧 它提供這個功能 你要有磁碟 就一定要有目標 不然就不讓你鍵磁碟 就這麼簡單 好 但是呢 我們到3DPART裡面呢 你看一看 我們有沒有讓各位設定過目標 還沒有嘛 我們想說 這個磁碟給誰用 給哪個目標用 像這裡 是不是沒有設定過 沒有說這個磁碟給這一顆用 這個目標用 沒有啊 我們是不是只建一個磁碟而已 所以說 基本上這個功能是什麼 你要提供出去 給哪個目標用 知道吧 但是呢 在這裡面呢 目前說 這個IQN它提供了 這個3DPART它提供了 可以獨立鍵磁碟 知道吧 不一定要有目標 所以說呢 你知道說 要出去一定要有目標 所以呢 各位我們上課的時候講的說 我的SERVER01 SERVER01要連的時候呢 一定是連到我的目標嘛 是不是這樣子 它是不是要連線的時候呢 一定是連到我這個目標 它是不是這個目標 是不是要連到這個目標 對不對 兩個是不是要對應 所以這個目標呢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給各位再看對不對 這個目標 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在這裡 是出現我們的啟動器 這個管理者 這個使用者是不是連過來 對吧 對吧 所以說這一個目標 是不是我的這一個 SERVER01的目標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了 來 來 那我們現在講呢 上市呢 我們現在講 這一台機器 SERVER01 是不是要到這邊來 是不是要連到這個目標 那我們的這個SERVER01 裡面是不是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磁碟要 給目標 它才能夠讓我的SERVER來連 對不對 那我們前面也講過啦 我的目標 在設定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在HOST裡面 所以我的這個主機裡面呢 會有一個 這一個SERVER01主機裡面 會有四個目標 已經建好了 也就是說呢 這台機器是不是建了四個目標 這個地方是不是建 1 2 3 4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原來是不是只有一個而已 像是建了四個 類似這樣的意思 對不對 那基本上呢 它以這樣的一個模式來建 建了四個目標 但這個不是真的這樣 基本上是這樣的裡面有一個 是不是針對的一個目標 是不是在這裡 裡面的新增一個叫 這個目標名稱 這個使用者 這個目標 是不是等於這個目標 我一個目標 是不是在這裡 兩個目標 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這四個基本上 是不是建在1 2 3 4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這個目標裡面 裡面有四台機器可以連 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講 我們現在以這個 這個目標 是不是只有一個 電腦可以連過來 也有一個IQN可以連過來 對不對 那如果要第二台 電腦能夠連過來 是不是要把第二台的IQN 是不是要加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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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是你的你的第二台電腦 要讓它連到不同的 磁碟的時候 就要新增不同的IQN 那這個我們先略過好了 好不好 來 那我們這個來講好了 以這一邊來講 我如果今天要第二台 SERVER連過來 各位想想看 我的SERVER 現在是不是設了SERVER01 連過來而已 我現在如果要設SERVER02 連過來 要怎麼設 好 我今天如果說呢 在我現在的SERVER02 暫停 我們讓各位先從這個 這個 SERVER 我們的 IQN目標伺服器裡面 我們來看看 我們前面練習的是什麼 SERVER01 是不是連到了我這個 目標 裡面的這個名字 是不是對應到這一台 這個目標裡面的 各位看一下 SERVER02 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工作 檢視所有目標 裡面是不是針對這個 TARGET01 按右鍵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內容 好 這裡面有一個啟動器 是不是針對我的 我的什麼 這個名稱你們看到 SERVER01的目標 是不是在這裡 我是SERVER01的目標 是不是新增到這個地方 我今天如果SERVER02 要能點 來我們看到SERVER02 這台SERVER02 這台SERVER02 SERVER02呢我們這邊呢 你按一下工具 IKEYCLE啟動器 是沒有用過 第一次一定要按4 來 我SERVER02要連 是不是這個地方的名字 要新增到這個地方來 對不對 對吧 所以 這台SERVER02 所以這台SERVER02 是不是才可以透過這個IQN 連到這兩台 這兩顆磁碟 後面這兩顆磁碟 對不對 所以 各位試試看 對不對 我把這個名字叫新增 那這裡是不是要copy過去 對不對 copy過去 所以說你看 我這邊新增 是不是IQN 是不是這個地方 要按變更 這個地方複製 所以要把它貼到這裡來 對不對 我是把SERVER02的IQN 編到我這一台 目標伺服器裡面這個 SERVER裡面的IQN 裡面的啟動器 裡面的這兩台機器 要把它加進來 哪兩台SERVER可以連到我這個目標 那 兩台SERVER可以連到我這個目標 應該 正常來講 如果正常來講 哪兩台SERVER的IQN 可以跟我的這個目標 互相連線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加到這裡面來 那能夠連到我這個目標 是不是就等於我這個目標裡面 可以存取這兩顆磁碟 對不對 上面這兩顆磁碟 所以說要新增的這個 才能夠看得到 所以你看一下 套用 是不是這一顆 你看看 這個目標裡面 是不是有兩台機器可以連 那兩台機器 是不是可以連到兩顆磁碟 那剛剛的SERVER裡面是不是 這裡已經 對應跟他這邊的內容 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不是 就可以去連線了 IP是不是就可以連到這一台 目前現在沒有連 那你連連看 那你連連看 這一台要連是不是連到這一台 各位看一下這一台機器的IP是多少 是不是 90.244 你要連你的不是連我的 你連我的一定連不過來 192.168.90.244 是不是 是不是我就可以連到這台主機 我就 為什麼可以連 因為這個 這一台SERVER02的這個IQ的名稱 跟我這一台244裡面的 這一個目標伺服器裡面的這個目標 裡面的這個啟動器的內容的名稱 是一樣的 是不是 這兩個是不是對應 你是我的 我等於是你的名字放到我這邊 或者等於是密碼的意思 兩邊的密碼是不是相同 文字相同 所以它就可以存取這個IQN 那這個IQN 可以讓這兩個磁碟去存取 所以呢像我這樣是不是就按 快速連線 是不是可以看到已經連線了 有沒有 那這一顆 這一台機器是不是有連到哪邊 連到了這兩個磁碟 所以說你看看 看一下這邊 我就可以看到SERVER02裡面的電腦管理 是不是就有多出兩顆磁碟出來 但是這兩個是不是離線 對不對 SERVER01是不是連線 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不是連線 這邊是離線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功能等一下是不是要放在 剛剛是什麼 是放在我們的 這個 ISKC目標伺服器 現在是不是要把這個功能放到什麼 水利帕上面 讓我這兩台機器連到的是水利帕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 那等一下還會有一個問題出來 好這邊呢 連連看 SERVER02看能不能連過去 測試一下 連好之後呢 我是存起來 來 你就可以在SERVER02裡面去看看工具 電腦管理 是可以看到兩顆磁碟 這樣知道嗎 這樣知道嗎 那這兩個磁碟不要去連線 我讓各位先連線 所以你看 就是連ISKC的協議 這個地方先不要去使用它 所以你看 SERVER02有兩顆磁碟 SERVER01是不是有兩顆磁碟 對吧 沒問題吧 對齁 連線過之後離線就好了 如果同時連線會造成資料有問題 這個我們後面才會跟各位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地方來講 好 我們講說呢 我們的SERVER 的IQN要跟Storage IQN是不是要一樣 對不對 好 我們前面呢 是不是拿了這一台機器 這一台機器有一個叫什麼 ISKC的目標 是不是叫Target01 他的01有幾個目標 裡面有幾台SERVER可以連 是不是要點進去 按右鍵選內容 他的 誰可以來連 是不是從這個啟動器可以看得到 啟動器不是有兩台可以 連得過來 對不對 這是不是SERVER 那我們拿我們 現在的這一台Storage來看 這台Storage 我們Storage裡面呢 我們是不是跟各位講 這裡是連的是磁碟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講呢 我們的目標在什麼地方 就是目標在我們的HOST 裡面的HOST 裡面的這個HOST 對不對 這個標籤下面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是不是有四個名稱 對不對 四個IQN的一個亂數 英文名字對不對 那這四個是不是等於 這兩個 意思位置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呢 這一台Windows Server有沒有 他把這一個名字叫Target01 3 part 他把他的名字叫HOST 知道吧 HOST裡面可以新增 1234 懂事嗎 那這個主機裡面呢 這個Target01可以新增 1234 我在這裡可以再繼續新增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只是呢 我現在再回過頭來跟各位講 這一台是你有完全控制權 這一台 你現在沒辦法完全控制 知道吧 我們不讓你去Create 知道意思嗎 不讓你去Create 因為這是這台機器的限制 只有管理者 最高管理者才可以限制 各位是不是都用 使用者來登錄 所以老師是不是 事先把四個名字打進去了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的SERV01 SERV02 是不是要符合我這個名字一樣 才能夠連到我這個HOST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看呢 我們現在連到SERV02 用SERV02來做聯繫 SERV02來練習 SERV02來練習 SERV02來練習呢 我用SERV02 對不對 我現在把原來這個中斷一下 就不要利用了 這個中斷一下 好 再練習一下 把這個244 這個把它移除一下 移除一下 跟我一起移除一下 舊的資料 好 這個我的最愛目標 也把我移除 好 這都空的了 都沒有了 對不對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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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點到設定 停在這邊 好 我們繼續來看呢 你看看這一台SERV02的IQN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自己的名字吧 是不是這一個 那如果我的SERV02 連到我這台機器 是不是要跟我的HOST裡面的 這個其中的一個要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其中要一樣嗎 來 我把你移到這邊 對不對 這一邊跟這邊是不是 來 所以說這個名字 是不是要跟這個 其中一個要一樣 我們剛剛是不是 這一個把它複製 貼到這裡面來 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現在這裡不能改 是不是要改這裡 對不對 我剛剛提過啊 它要跟它一樣 是改這裡也好 或改這裡也好 都沒有關係 只要兩邊一樣就好了 那所以說呢 我這一台是不是SERV02 我們是不是要按變更 把這個名字改的跟這個一樣 所以請各位呢 輸入 這一個第二個2 所以你看我前面是不是多的 各位刪到哪邊 往前 刪到哪邊 刪到Microsoft帽號這邊 這裡是帽號 對不對 我這邊的名字叫A406 我是不是打個 A406 是不是Dash 00-2 是不是這個名字跟它一樣了 跟這一組一樣了 我先存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代表 702 是不是可以連到我的host 來了 因為host裡面 有這一個名字吧 對吧 對吧 來 各位想想看 這一個呢 IQN 是不是 host這個名字 是不是放在A406 00底下 對不對 裡面有一個host host裡面 是不是代表這四個 IQN名字 就代表這四個代表四台server可以連 這樣懂吧 哪四台可以連 你要自己去加 你看我把server02 是不是改成002 是不是這一台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一台 是不是可以連到我的這一個 是不是等於我的host裡面的 這個名字 對不對 那是不是等於呢 我這個是0600 這個computer這個名字 那 我現在是不是就要再做一件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這一個磁碟 有沒有指定 我這個磁碟有沒有指定給哪一個host的來用 指定了沒 還沒吧 對不對 我們前面在這邊做的時候 是不是 我的磁碟每次鍵 是不是都要新增給某一個目標 那我現在是磁碟跟目標是不是分開 磁碟跟目標是不是分開 所以我現在呢 是不是磁碟要指定給這個主機裡面的 這個名字來使用 這個名字裡面是不是有一個host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指定的這個名字來使用 所以40600 要能夠用到我的這兩顆磁碟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動作叫什麼 叫 會 isport 會出 指定 所以呢你看我用一顆磁碟來講 這一顆我們先找這一顆 按右鍵 第一顆按右鍵 第一顆按右鍵 指定到什麼 export 好 各位注意一下這個後面 我先把這個關掉一下 在這邊後面你看一下 這個後面有一個export 好 你看我這一顆按右鍵 選export 好 這個視窗設定 你看我按下一步 好 這裡是不是你看看 我連的 我使用的是哪顆磁碟 是不是 第10個01 是不是指定這一顆 是不是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要給誰用 是不是要給這個40600用 是指定到host 全灰色 來 重來一下 這邊點它 按右鍵 isport 有沒有選錯地方 來 稍等一下 我這邊再移到這裡來 到這邊等一下 這個export的設定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定 我這個實體 給這一個主機用 那這個主機 代表是什麼 我這邊在 是不是指定到 我上面 剛剛這個host的這邊 對不對 剛我講的 是不是40600 對不對 這一個40600 是不是代表 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IQN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就指定到這一顆磁碟 好 這裡是一個run 各位把它選擇auto 這個在我們的 Windows裡面 沒有設定對不對 沒有選個選項 在這台機器有 我們讓它自動 知道吧 好了 之後呢 就下一步 按完成 按4 好 你就可以看到呢 這裡就有一個export 是不是 那 這裡呢 你看看 這一顆磁碟 是指定給這一個主機用 那我點這個主機 是不是連到了 是這個主機有沒有 是不是跳過來 這個主機 是不是跳到 這一個裡面來 是不是跳到 這四個名字裡面來 只要這四台機器裡面 有一台 是不是就可以連過來 連到我這個主機 主機是不是連到 我這一顆磁碟 這樣知道嗎 這樣懂是嗎 所以這一顆磁碟 是不是到40600 各位點這個40600 是不是跳到 這個 是不是跳到 這個名字底下來 那這四個 代表意思是什麼 有四台機器可以連 當然你如果有權限 這裡再新增 第五台第六台 第七台 這樣知道吧 我們現在目前沒有給各位 這個權限 如果你是管理者 supervisor 超級管理者就可以了 所以說現在我指定的這四台 所以四台 那請問哪四台 這四台 那請問呢 實際的機器誰 已經有設定這四個名字 其中一個 是不是server02 server02 是不是設定好了 是不是代表 server02 是不是可以連了 對不對 所以server02 我們是不是可以連到目標 是不是連到 192.168點 那這個呢 我們有給各位一組IP 各位都一起 因為我們的人比較少 所以呢 第一排第二排 同學用81.92 那我們呢 第三排 你們用82.91 那我用82.92 所以你看一下呢 我是不是用這個 你看我是不是連到 8 82.92 是不是 這四組IP 就是我這台機器的管理的 Data的IP 知道吧 所以你看我要快速連線 是不是可以連線 有沒有可以連了 有 82.91 哦 有嗎 192.168點 8 1.92 對81.92 82.92 82.92 第一排第二排 1 2 排 1 2排 第三排 好 大家知道嗎 好 好 那這個IP怎麼來 當然是我們裡面有設計 設定好了 知道吧 各位想想看 在我們這台Server 是不是指向誰 是不是指向我這個主機的IP 對不對 我兩邊做 跟你做一個比對 嘛 所以你看 這樣呢 你是不是設定好 所以你看看 這個是不是就連了 對不對 按下完成 各位可以看一下探索 是不是出現了 對不對 我的最愛是不是出現了 來看看磁碟區是不是有一顆 是不是有一顆 那你想想看 你看 這裡有一顆 請各位跟我一起回來 這裡是不是只有一顆可以連而已 這邊是不是有兩顆 兩顆 對不對 這一顆是什麼 是不是已經連了 這一顆是不是沒有指定給誰 所以是不是不能連 所以這一台機器 是不是只能連一顆磁碟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把這個呢 再把它縮小一點 給各位再看一下 對不對 像這裡 那你看我這邊按確定 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我這邊呢 按一下工具 電腦管理 裡面是不是有個磁碟管理 是不是只有一顆而已 那你想這邊有兩顆 那這裡怎麼只有一顆 因為我只有一顆開放 這一顆 第二顆要開放怎麼開放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連好了之後 你看Server02裡面的 電腦管理 你是不是有一顆磁碟 在這裡 好 你現在不要用它 不要用它 好啦 我現在就有一個問題要給各位做了 有一個問題 來我們剛剛呢 要讓各位做什麼呢 好 701 要能夠連到 我的 ISCUSH 這台A 這個磁碟 1201 要能夠連到 我 3 part 這台B 這個磁碟 那你看一下呢 我原來的IQN是什麼 是666 假設 這是我們的範例 IQN是666 這邊是666 所以說 701可以連到 這個A 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名字叫555 對不對 重點 我們是如果把這個改成666 是不是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 我是把這個改成666 是不是就好了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兩台機器的限制是什麼 這一台機器不能改 對不對 不能改嘛 所以說呢 這個是不能改的 這是不能改 所以呢 我們希望你不能改的情況之下 這是OK的 對不對 所以說呢 變成怎樣 是不是他要改 改成什麼 55 是不是這樣子 改成555 這也是要改成55 對不對 這什麼名字 以他這個為主 以他這個5組 5為主 所以說呢 這台設備01 改成555 這個設備改成之後 這三台是不是就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怎麼去改 好 首先我們先回到3part 他這個名字是不是 A406-00-1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是不是先把你的 server01 server01 這是server02 server01 來 我們來server01來看一下 好 好 現在呢 我原來server01 是連到我的 iSky目標伺服器 所以可以看到Y跟Z 所以呢 你看一下 我現在先把這個關掉 我這一台呢 如果說呢 把我的iSky啟動器 設定 改成 A406-00-1 對不對 是不是把這個 從這裡刪掉 在前面刪掉 好 是不是到這裡 A A406-00-1 是不是改成 跟他一樣了 對不對 按確定 所以改好了 好 改好之後呢 這裡呢 等一下就會斷掉了 你看我按一下中斷 他現在呢 在使用中 先不管啦 好 我現在是不是要連到這一台 是不是要打我的這邊 192.168.82.92 我就會連到這一台機器的 這 IP怎麼來的 我是不是有給各位過 來 連線是不是可以連到 iQ 3-part 對不對 完成 所以呢 這一個是連到3-part的 這是連到原來的那個 iSky 原來那一顆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探索 是不是有兩個 一個是現在這一個 一個是之前的 對不對 來 我的最愛 裝置 所以原來是不是有Y跟Z 你按一下自動設定 Y跟Z是不是還在 但是呢 現在還在 不代表後面會在 知道吧 因為它還有一個連線時間 所以我們按一下 確定之後是不是存起來了 代表說呢 好 這裡呢 我現在重點一次 重新整理開一次 重新整理開一次 好 我們要講說你看 小瘦胖不是胖 這樣意思是什麼呢 這兩個現在看得到 不代表等一下看得到 知道吧 因為它的存取全線已經變了 懂得是吧 所以你看呢 這個等一下就會斷掉 你看我這邊呢 如果說你看我把它做離線 手動離線 手動離線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呢 你看一下我的isgashi這邊 解凍器 這邊呢 這是原來舊的喔 我去把它做中斷 對不對 再做連線 有沒有 就連不到了有沒有 因為剛剛是一個連線時間 它還在 還沒有timeout時間 還沒有超過 所以呢 還可以連 那現在看 我手動把它給斷掉 現在就連不上了 有沒有 是不是連不上了 找不到目標 那現在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是不連點 因為呢 我這個名字是變了 是變得跟我的3dpart一樣 但是呢 我的這一個storage 所以你看 我這個改成555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了 對 跟這個一樣了 對不對 但這個呢 是不是還一樣666 這次要改成555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一下我去回過頭來 我去改的555 你看我回到這一台 這一台 你看喔 這一台裡面有沒有一個名字叫 跟我的這個 Servor01一樣的 這裡有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要新增 一個新的 因為這個名字原來是舊的 我已經把這個改掉了 對不對 所以為了要讓我的這一台 能夠連到它 這裡當然呢 就要改掉 跟這個跟它一樣 所以你看我這邊 改名字 複製 對不對 我這邊是不是新增一個名字 貼上 加強工作今天沒有勾 等我一下 勾一下 再等一次 這邊 這邊呢 你看我把這個名字的複製 對不對 在這邊 這是我的Servor iSCarkey Server 新增 是不是新增一個新的 對不對 好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跟它一樣了 好 那這三個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好 這三個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這三台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有4600之一 這裡4600之一 對不對 那這一個是不是多的 對不對 沒有用的話 就把它移除掉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等於 它 等於 它 所以呢你看一看 這台 3part的Servor的IQN 有一個00之一 我的iSCarkey 也有一個00之一 那我的使用者 就是Servor01 也是00之一 所以三個名字 也代表說 這一個能夠連到它 也能夠連到它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有磁碟 我就可以抓得到 這邊有磁碟我也可以抓得到 所以你看 是不是兩個 是不是三個名字一樣 這裡不能改 就改它跟改它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這邊 好 是不是改好了 這邊也改好了 是不是要做什麼 確定存起來 這樣才算數 好 這裡目標 你看我再連線一次 有沒有 剛剛連不上 現在再連線一次 就連上了有沒有 這時候你再去看一下 你的這個磁碟 就能夠連了 有沒有 這邊再連線 是不是可以看到Y 是不是連線 可以看到Z 這個是我新的 我們還沒做 我們還沒做 這樣你是不是就完成了 我一台Server 同時連到了這一台 3PAR 同時連到了這一台 IceGash 是不是等於我們這一個練習 對不對 這個練習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代表了我的這一台 我的線 我把 清空掉 沒有這個就清空了 好 OK 好 那現在呢我讓我兩台機器能夠呢 有我的Server 01 是不是可以連到這一台Storage 跟這台Storage 對不對 那是這一邊呢 你看看我最後一個動作 我把這一顆是不是做什麼 連線 是不是做一個初始化 對不對 初始化 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要做 Formator Formator 那磁碟我是不是想要設 不能一樣的 我設W好了 對不對 不能一樣W 好這個名稱我教過各位啊 這是不是叫名字叫 3PAR PAR 那是什麼 你的磁碟名稱 你是不是可以參考這個磁碟名稱 叫什麼名字 這個名字我是不是給他一個名叫 這裡 Disk01 對不對 我是把它改成 H H00 Disk01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是不是 你看看 我一台Server裡面 是不是連到兩個Server 兩台Storage 那你看看 我用這個磁碟名稱來做區分 當我檔案放到這裡 你就可以知道 這裡面是連到哪邊 3PAR這台Storage 那我連到放在這一台 是放到 IceGashi的這台Storage 那你就透過這個名字 是不是很好去辨證說 我的磁碟到底放在誰家 對不對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這個部分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我把這一段 先把它上傳 沒有 那邊 那邊 我 那邊 是 那邊 那邊 感谢观看